原本的游牧民族 珍惜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碗 今天要来介绍一款游牧民族的游戏 曾经小弟弟我睡公园搭帐篷 是为了体验游牧民族的获达 最近常常去爬山也是為了體會天地的偉大 如今我來到這裡 成為了 克汗 現在要介紹的遊戲就是這一款 克汗的遊戲 你要說各位如果這款遊戲有興趣的話 可以輸入進到好玩的遊戲 然後我們這個遊戲又送所謂的這個禮包碼 GOK0507 我大王有一個夢想就是 征服宇宙 好的 這個遊戲裡面有蠻多這種有趣的一些小活動 像這個活動就是你每天都可以牽到 你就要點你前面這根看起來像是Gitter的東西 然後這個好兄弟就會來幫你算算今天的運勢 來我今天的運氣怎麼說啊兄弟 動動動動 搭搭搭 月文守護難得一見的善好遇照 不過他昨天也跟我說運氣很好耶 還是這群占卜師不管怎樣都會說我運氣很好 想要騙我的錢 然後遊戲裡面有一個叫做後宮的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可以讓你去跟你的老婆做一些 欸 快樂的事情 這遊戲其實蠻殘暴的 這遊戲大概下載5分鐘的時候 他就會叫你直接選其中一個老婆 他會跑出兩個老婆讓你選 然後其中一個是這一個 奧奇 然後另外一個老婆 這一個 因為我一開始沒有救他 現在我要把戰力升到10萬才可以救他 這個是青梅竹馬 然後這個是天將 沒錯 我選天將 青梅竹馬就不要我 哼哼的 甩到旁邊去 遊戲每天都會有這個所謂的經歷 經歷就是你一天可以消耗7次 至於這7次要做什麼事情 大家應該明白 我們克罕那個體能特別好 一天可以7次 好 那我這邊就先來為各位示範一下這個功能吧 來 小小的點他一下 指示以達善限 什麼 我在扣建啦 我要多生一個 等下去之後就會做神秘的事情 欸 啊 你哪哪有沒有蹦出來 我之前點一次就小孩了呢 竟然射了一個空包蛋 在 可惡 但沒有關係啊 我這邊有這個VIV特權 我記得我可以再拿到一些角色 if it pleases you 我們來一個日本的妹子吧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遊戲就是你跟每個妹子 都會有很多這個回答 然後回答之後就可以 判定出你是哪種屬性的男人 你選擇欲望 啊 有嗎 好 我來召 召建一下哈娜好了 有啦 欸 我記得這個畫面可能就會有小孩了喔 欸 等一下 這一件召建是什麼 難道可以 噢 一次來四發總該有了吧 而且我們在克蘭的世界是很神奇的 小孩不用等十個月啊 兩秒便可出生 餓了對不對 欸養小孩啊 好玩嗎 來 回復你的活力 給我繼續吃啊 來 哇操 長大了 沒想到餵他吃點東西 幫他洗個澡 他就長大了呢 然後這遊戲還有一些蠻多其他功能的 像這個蠻有趣的 我們身為一個優秀的遊牧民族 肯定要對這些馬兒撩弱指掌 這隻叫環金船 這隻叫東海帝王 這邊黑色只有一隻欸 我招個黑色的好了 來喔 欸咻 一咻 一咻 乖 乖 哪裡 沒事 再一次 再一次 IKE 糟老闆的 沒關係 成功收服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覺得一隻一隻抓不夠過癮 你可以繞人 大家一起抓 我來試一下喔 IKE 哇 好會抓 別拿撈屎子 這什麼 遊戲很簡單只要你 喔 這個有趣 這個有趣 各位大還小 大還小 驗證鞋頭的時候到了 我大玩是個有夢想的男人 61.2K的士兵 IKE 來了 驗證O7的時候到了 MINA SAN 大 欸玩粉們不好意思啊 小屁梨我賭書啦 你們跟著他走吧 食物在西伯利亞是西缺餅 你覺得食物是日日日養嗎 喔 他在給我食物 欸我剩完一次了 欸奇怪今天怎麼我找到妹子啊 屁死定了 我要把我剛剛吃去的玩粉都輸回來 我就不信這次還是小 輕鬆啦 YES 玩粉們 我把你們輸回來 沒有嘛沒關係 要前往這個 新疆區域他可以在哪 好 這個就是類似主線 主線功能就是 你可以慢慢去推圖 當然再推資我們先去那個環節吧 這個遊戲嘛 畢竟我們現在是一個優秀的客汗 我們也需要大量的打公仔 來為我們做牛座 這個遊戲機率先給大家看一下 最難抽了這個忽必來 1.16% 然後紫色的5.8% 藍色的2.3.21% 各位 我這邊50抽 覺得我抽得到這個男人嗎 來開個盤吧 這個遊戲抽卡就是 你得把你手上這個選拔力 狠狠地丟出去 然後就會有一隻鳥飛過去 此時跑出了一隻 你好啊 我覺得他抽到好了會有金色的鳥 這應該是比較爛 你好啊兄弟 獲得新勇士 各位這遊戲很優質耶 他發現你一個一個丟太累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丟10枚 還有折扣呢 老八塔 我相信證明老八塔還沒老 打仗還是一把好手 我也還沒老啊 我現在就算打囉還是很強 收得好老八塔 來囉各位 喔呦 好像是大撒幣喔各位 大撒幣喔 狠狠地扔出去 十條衝出來 歐亞 這個總快來一個有料的了吧 沒事啦各位 兩隻新角 來 狠狠地甩出去 這是該出貨了 欸金色的鳥 來了 喔來了 高級的勇士 這是 幽命龍 年輕的小帥哥 金色的勇士 來了 欸這這什麼 紫色的欸 哇兩根巨斧欸 開剁 欸兩個 兩個直的 欸完了 欸有了 這樣是出貨的意思嗎 金色老鷹飛出去 不知道這樣是不是代表有金色的 各位 海底老爺 Nope 好啦 看來跟必來 沒有什麼緣分 然後這遊戲還有一些小遊戲 比如說像這個 大漢的金杖 這個玩法就是 我們身為一個優秀的可汗 我們民體得去解決一些民怨嘛 對不對 奧爾康有一些財物不知如何處置 若不能處理 得旦加會面臨危機 會面臨財物危機 如果新方畫面流出貨物 這種遊戲類型大家應該有玩過類似啦 就是你要去選擇你的選項 然後你不能讓平民軍隊跟三人 每一個數值太高或太低 軍隊狩獵時 勿將平民的射速射死 平民要求軍隊賠償有沒有損失 我就問各位 這是不是非常的不能道 那我也沒辦法 拒絕 好你拒絕的話平民就會不爽你 然後你軍隊分數就會變高 部分三人面臨破產 懇求您降低其稅收 是否同意他們的請求 三人都賺那麼多了 肯定是拒絕 忍住啊玩粉 玩粉忍住一下吧 OK還行 平民和三人請求 好啦好啦同意你們啦 安全牛啦 喔幹還好沒出事 幹還會有鄉民耶 我還是放羊去吧 呵呵呵 支持克寒的所有決定 好啦 我們現在玩的遊戲 是這一款克寒的遊戲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打進好好玩的遊戲 自己繼續下載喔 那我是大丸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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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